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蒋布留着一头披肩长发 胡子也应该有年把没有剃过 加上那副有事没事都戴在脸上的墨镜 活脱脱一副算命先生的装扮 他干过的事更是超然脱俗 他现在的一大爱好 是观察和记录街头运动 当然不是在中国大陆 也不是香港 那个我一般都会在比较前线 因为我从性格上对冲突更感兴趣 我想看那个示威者和警察是怎么发生冲突的 然后我也想拍下来 自己拍着玩 就是单纯感兴趣 就是你说白了 说就是北京人喜欢大街上看人打架 这个东西真的是法国特产 打得非常非常激烈 燃烧弹什么那个互相扔东西 催泪弹几百颗几百颗的放 就比那个香港 你看到的那个19年的香港 要严厉害的多 我有一次是那个黄培新三周年的时候 很近嘛 我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 我拍他们的冲突 示威者想砸警察 然后那个不小心误伤到我 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东西打我 因为我当时在看取景器 我只眼睛里只有取景器 一个很重的顿器 然后打到我头部 打到右额头 然后我直接 我被那个东西 就是我站着直接被打倒在地了 然后马上有那个街头医护 把我拉到旁边 他把我拉到旁边的时候 警察从我身上踩过去 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兵荒马乱 然后放着催泪弹 然后那边给我走 那边有法语问我什么什么 你白克地过了公奈丧子 你有没有失去意识什么的 就是到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间特别特别过得慢 就我会觉得就特别恍惚 就我说 我谁我在哪 我来干什么的 得益于巴黎这个城市 我在法国可能参加了 大概三四百场这样的示威 我觉得 最开始的初衷 就想学习经验 或者想知道 人民怎么能赢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 不光是中国你说有点集权 有点专制 不只是这样的 我觉得在西方也是 它整个是一个高度控制的 这样一个社会里 好像所有的示威的声音 都有办法被消弭 这个系统 它足以办法应对 所有的意义的声音的时候 就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 我们还能怎样去赢 怎么能或者争取更多的权利 围观看热闹 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民俗 两三百年前 欧洲传教士的笔下的中国社会 就早有提及 更何况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网络围观 围观吃瓜 也是中国网络文化的特征之一 21世纪的头十年 在那个中国互联网文化 自由快速成长的时期 就有媒体喊出过 关注就是力量 围观改变中国 但90后的蒋布 不单单是一个喜欢围观 爱看热闹的人 他是个积极的公共事务参与者 这年头 有这种特定爱好的国人 已不多见了 当然 有些东西可能是天生的 比如 对于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的敏感度 很早吧 我觉得 其实那个事情又特别朴素 就是我跟校长的孩子 在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俩是同一班 我觉得好像老师处处都照顾着他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当时 我们好像135246 135是看奥特曼中午 246是看美少女战士 女生喜欢看的 大家轮着看 等到该看男生的奥特曼的时候 那个校长的女儿 就强行要换台 说他就要看美少女战士 我对这个事 就天生的特别反感吧 后来慢慢的发现 这不是一个人 或者一个群体的问题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在系统里 很多人是作为受益者 受益者的时候 他们就是有想要更多的权利 对于社会不公正 不公平的敏感度 和家庭出生 以及家庭的经济地位 可能没有什么关联 比如讲部的家庭 是属于中国社会金字塔尖的那一部分 我肯定是 我百分之百设断阶层 我对中秋每年的印象 就是吃不完的月饼 三四十盒 就不知道谁送的月饼 然后不光是单位发的福利 然后经常有人 也不一定是托你办事 那可能就是为了维护我关系 觉得好像这个事 跟我平常生活起的同学聊起来 大家不一定是个都存在的事情 后来其实发现包括 比如说我爷爷住院 北京的那个医院也不好找 他一个人住个 那么多好几百平 然后那个三四个床都空着的 整个一个特别豪华的 现在里边还带着厕所 然后让保姆住那旁边什么的 我去考驾照的时候 我觉得驾照很简单 我考就考了嘛 我爸他肥要去找一个人 就他的那种思路 就是你做什么事 都要找一个人就好办事 找的是那个在家庭的校长 生活里好像所有的事 医疗啊什么的 就是你都感觉到 你是被照顾的 一直是在享受特权 像讲部这样 家庭出生的孩子 在成长的过程中 往往能接触到 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与学习和提高 考试能力和解题技巧的 应试教育相比较 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所能提供的素质教育 是用来培养 学生的眼界和认知的 初中我遇到一个政治老师 那个政治老师 初中三年 从来没有翻开过政治课本 经常会让我们介绍一个社会事件 然后让大家谈对这个社会事件的看法 就各种比如说什么医患关系 很普通的社会议题 不一定是非常激进的政治性的 但就是全在聊这个社会的议题 然后当时好像伊拉克战争 然后那个政治老师 跟我们科普什么逊尼派 实业派我现在都忘了 但是就是反正 完全是在讲这个 或者就是这个社会上 发生的事 他们给我讲的知识 我可能都忘了 最大的影响也不是说 就是他们就让我反共 其实人家根本没有这样子 但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影响是 整个学校推行的那样文化 就是说我们好像要去 更多的关心这个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我觉得这个点 对于我来的影响挺大 那你可不可以不用 说了学校的名字 那其实 说了也没事 反正都名字 四中 特权阶级 然后我那个同学 都是非富即贵的 真的 就是我看同学后来的出路 都是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这一直在强调的是一种 对社会的关注 好像那个前台词 我觉得是你们 来这个学校 好像已经拿了很多社会资源 然后你要用这种资源 去要你的能力 去回报那个社会 江部在学校的学校 也不是那种把学业 很当回事的学生 他有自己的思想和认知 陈然 有些事儿 有些事过了十多年 往回看 似乎是有些天真和幼稚 但这些事情的选择 都是出于 讲部 真挚的情感判断 比如 在父母和学校的反对身中 高二的他 和女友选择了私奔 比如 去王府警围观 茉莉花运动 然后又进了警察局 比如 他和同学 偷偷跑去山东林椅 想看望盲人维权人士 陈光成 被塞进马带 暴打了一顿 比如 高三的他 在网上加入了一个名叫 中国民主党的组织 之后就被安全部门 抄架 并扭送到了东城区的 一个秘密地下关押点 是的 青春期的讲部 一步一步成长成了一个 身体力行 去关注现实社会和政治议题的青年 实话实说 青春期开始热切关注 现实世界中的社会 政治 经济 或者宗教议题的青年 在西方的民主国家里 并不少见 而且上海之后推崇 但在中国大陆 只能说 实属罕见 我从小 这个人就不是一正经孩子 就从小就 你不能说叛逆吧 就好像对谁都不愤儿那样 早恋嘛 高二的时候 那个早恋嘛 那肯定都知道了 头一周家长会 刚找过家长 他爸就回去就训 他就挺不高兴的 第二周呢 是我们早自习的时候 我叫他出来 说了点什么事 这站楼道里 老师先走过去 他到班里又出来 看见两次 他就觉得可能过了三五分钟 他说你这个早自习不得不上早自习 两个人在外边这个早恋 又要请家长 那个女孩呢 就觉得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他说要不咱们走吧 我说你什么意思呀 他说咱们就离开这吧 行了 我们学校有两个校区 保安 我看他说我去那个校区取个东西 那个保安就放我过去了 本来想去广东的 我们当时不知道 没什么做车的经验 就去了那个北京站 结果发现没有卖广东的车 然后没去上广东 就看了一个地儿叫阳村 这名字挺有意思的 纯粹觉得那个地儿好玩 就过去了 过去 他说没想 票价才八块钱 八块钱 你火车能坐到哪 会到了下车一看 天津 就天津地级市 还是郊区 就压水钱嘛 带了个三四千块钱 到那儿 他那个工作都找了 那个租了房子 在那儿都 就真的要在那落户生活了 然后那个被逮回来了 待了一周多不到两周 十天左右 因为我知道我父母 我妈妈是做那个通讯工作的 我我知道他那个能找着 我就把那个手机卡已经扔了 然后那个 我当时在 网上跟那个朋友 跟同学报平安嘛 我说这是我们自愿的选择 谁也不用 谁也不要埋怨保安什么的 我没有方法骗过他 就是没有任何人 就是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我们自愿的选择 我们生活的很好 过个那个一周 下去回铁的时候 去那个同一个网吧 然后大概上了不到半个小时 上了二十多分钟 警察就来了 警察表面上是抓那个未成年上网 特别客气 把你到派出所以后 说你们来干嘛呢 我就瞎编 我说你看姨妈 拿那个达利元小蛋糕 我还记得 拿着芬达 说你喝不喝 不喝这个喝点别的 以我 哪怕当年对社会的了解来看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警察 会对一个所谓的犯人 或者哪怕就是普通的公民这么好 这百分百有问题 我当时就知道 那完了 然后大概过了三四个小时吧 我父母他们父母开着车 四五辆车 不知道嫁了一大堆亲戚朋友 就来了 家底英识 自己又好奇心重 更重要的是 也敢做 而且行动力非常强 蒋布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由于家里条件好 蒋布很早就开始上网 在那个没有强的时代 他很快就接触到了一些 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事情 其实我从小呢 我是一个特别不听劝的人 就是别人跟我说什么 大家在跟我讲什么大道理 我就算觉得是对的 我从来也不听 我好像每一次都是 我爸也说 就我每次都是要这个 不撞南墙不回头 撞了南墙 把南墙撞破 再去撞北墙 从来不听别人 跟我讲给我的现成的经验 一定要是切身的经历了 切身的去感受了 我才觉得 那个是我的第一手的经验 当时是在墙内 看类似百度贴吧 或者某种 就完全在墙内合法的东西 可能有人提了一局 然后就是他提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事 我说不知道 那个再顺着他给的线索 再上网上查 会看到有时候直言片语 大家谈到六四的一些消息 这样 那个逻辑很有趣 就是你越是想隐藏一件事的时候 欲盖迷章嘛 你越想隐藏一件事的时候 这件事好像更多人会感兴趣 好像你经常会听到 大人在讲 或者随便先聊一个事 但你细问他们又不说 然后 而且这个事逐渐的变成了 一种反叛的象征 发现新大陆的讲部 开始更狂热的上网 慢慢的 国内的贴吧和论坛 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然后那个 当然上推特 也不怎么发帖 就光看 我当时觉得推特太厉害了 就是好多 完全不知道的消息 看到的都是这个 就是信息像爆炸一样 特别多的东西 然后当年 那个突尼斯有一个小贩 然后那个被城管抓了 然后把城管把他掀了 给他自焚了嘛 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 然后当时突尼斯的 整个就先洗了 这个民主化的这个运动 然后当时影响了 很多阿拉伯国家 然后我们在网上 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不是我们 就是有些人想在中国 也做一个同样的 莫里华革命 我说我操 这事太好了 那支持 当时很多地点 二月吧 那个北京是王府井 成都是哪 哪哪 就是各个城市 都有一个集结的地点 就说你到这个地 我们要那个集会 我们要示威 当天王府井 我就过去了 当时警察比人都多 我们可能有两三百三四百个 就是每个人都不举什么东西 但是你感觉那个状态 就是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 不是一般到那的游客 所以你感觉就好像 大概我估计有个三四百 警察至少有五六百 然后就全是警察 警察 我当时 我可能从来没见过那么多警察 全都是警察 有人说了几句话 也没什么横幅什么的东西 有人就是说什么 我们要民主要自由 就这种东西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说什么 就是就喊一些类似口号 或者就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要争取宪政 应该是有这个东西 然后就开始亲人 亲人呢 那个我就躲到旁边 那个体育用品上电了 就是我就 就看小孩嘛 你也不知道 你当时上高中 高二 看着孩子 他也不知道 我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就装傻 就当时现场没抓到 我回去以后 我在网上发帖 我跟我的朋友讲这件事 当时用的是百度贴吧 我说 我参与这个活动 警察抓人了 怎么怎么样 我说为什么要 就是这个叫茉莉花 是因为图尼斯的 这个国花是茉莉花 就是因为这句话 贴吧发 大概发了一周吧 就那个警察上门找了 说你就带走了 然后那个 问怎么回事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在这儿发帖 我都没跟他们讲 我去了 就我 我说你干嘛 就是凑凑的 因为我想看看 就是这帮人能搞出多大的事 我当然 我情感上也是支持的 但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支持 我就是去那看看 我想看看会发生什么 要是要有个 喊个口号 我觉得还挺激动的 然后就周末 在家里上网 然后警察直接上门了 下午四五点钟吧 父母出去逛街了 干嘛了 他们敲门 然后外边人不多 四五个人 五六个人 说警察 你是不是那个 是叫我的名字 说你是不是谁谁 然后你要那个 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然后我都不知道什么事 我进去以后到那个 叫看守所吧 就有个那个铁站 他说你自己去想吧 我说我怎么了 你得告诉我吧 他说你自己去想吧 他说我们抓你来 肯定你不是无辜的 我到最后都不知道 我当晚可能没过三四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就出来了 出来就是因为那个父母找人了 很快就放了 就找了关系 就说小孩不懂事 赶快就给放了 审讯都没什么 就是一个多小时 可能就一两个小时就完了 但最主要的是这个事 我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 跟学校知道了 学校特别怕事 他觉得这个孩子待着 好像会有什么影响 我不知道他的考量是什么 然后他说你回那个家待着 你就别那个别上学了 就休息休息 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休息休息你也很紧张 我就挺好的放假了 朋友上学了 我没有意识到那个事情 是比较严重 很快就被放出来的蒋布 没长什么记性 此时的微博还属于新鲜事物 蒋布开始玩起了微博 并很快投身到了一场 微博引发的线下活动 当时微博我觉得能说的话特别多 虽然会有封号什么的 就被删帖 我也封了十几个账号了 但是你感觉上面能看到的信息非常多 就是而且那些信息保存的时间 也比现在长得多 就是而且那个舆论环境完全是不一样了 当时公知是包一次 当时大家自由派这都是包一次 不像现在的一说公知 好像在微博上都人人喊打那样子的 就是当时你整个那个社会舆论 就是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言论自由 虽然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 但是我们希望它变好 我们从宪政从公民社会 从各个角度做什么都有人 律师界的 我当时很多有名的人 什么江天勇 什么王小山 什么那个吴约散人 现在都到日本的那些人 就全都在微博上都很活跃 然后大家就把微博当成一个 就什么都能讲的 一个很自由的一个言论的 那么一个场合 然后当时看到那个陈光诚的消息很震惊 他最早是被当做一个典型 一个盲人自学法律 然后当律师是一个典型被包养的 后来他带着村民维权去 占了国道去怎么样 整个当地的政府发现 好像是一个祸害 软禁到那个程度都很夸张 他们那个村子 他住在这 然后左边右边各有一辆面包车 你要经过他的家 你要从这个面包车里穿过去 面包车里都睡着那个 标情大汗 都睡着人的 我记得11月10号还是11号 是他生日 然后我们当地各地的网友 说大家就给他 说去过生日 虽然也见不到他 但是就到那个村子 说去给他放过鞭炮 给他过过生日 让他知道好像有人在关注他 我带了一个朋友 然后那个我们俩就一起去 到了林医以后 那个又找了一个当地的网友 然后联系好了 他带着我们去坐那个大坝 当时那个车站全都是警察 就外地人来都查 说你来干嘛的怎么样的 就是因为他说着 他能说他当地的语言吗 他说他家乡话怎么样 他带着我们混 到了那个村子 到了那个村子以后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 那个很多 那个鲁臂 就是那个青岛的车 我说一个普通的村子里 不会有这么多外地的车的 然后你那个车里 都是贴着黑膜 你看俩人的寸头 然后在车里 就在等着谁干什么的 就那个一路上 全都是那样的车 然后我们在接近 那个村子的时候 那个就是都 到处都是那个港哨什么的 慢慢的从那个 卖地里向潜伏过去 然后被在一个桥栋底下 被抓住了 当地的村民 他们说他们村民 他们说你来干嘛 你们来捣乱的 然后把手机啊 什么都没收了 我们三个人 他们二十多个人 就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的 然后把什么iPad 什么手机 钱包 什么全都收了 然后给我们套上 那个化肥的袋子 尿素化肥的那个袋子 放到那个 有一个人放到面包车上了 我是放到一个轿车 黑色的一个轿车上 放在我后座上 不是后座的那个座上 后座的地上 然后他们后座 坐了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踩着我 他没有用力踩 就是控制住你 开了15分钟 20分钟车 把带到一个 不知道哪儿的 一个小黑屋里 他进去 就是那个先套着头 然后还打 然后问你是谁来的 你的微博的账号是什么 你来这干什么 那样 就是他提提我 我就什么都招了 我说我微博账号是什么 我来这来干嘛 我有个朋友不招 我一直听到他在那儿惨叫 他被打了 可能半个多少时吧 我估计就是我们这排有四五间 对面那排有四五间 是那样一个结构 然后我听到最里边那间 有个女的在喊 我有艾滋病 我有艾滋病 我觉得可能是 有人对他动手动脚 但不一定到那个性侵的程度 就是那个女的 肯定应该在喊这个保护自己 要不然那平白屋腿 不用喊自己 我艾滋什么的 然后那个女的一直在喊 我们大概是天亮的时候 可能下午四五点钟 我不确定具体几点 大概是被抓的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 天已经完完全全黑了 应该是夜里 就是11点 然后他把我身上 所有的手机什么的 都给扔掉了 他们叫没收 钱 我觉得我钱包里 可能至少带了 可能1000块钱左右 他只给我留了两三百块钱 说他问我老家是哪的 我说北京的 他说留了一个回 这个钱 然后其他钱 他们都拿走了 然后扔到那个 也不是高速公路上 扔到公路上 他指着前面有灯 他说你往前面走 那是个什么市镇 去那再问怎么回家吧 然后他把我们几个人 都扔到了不同的地方 然后就是让大家自己走那样 屁股就是大概差不多 快有一周时间 四五天的时间坐不了 坐凳子都疼 然后那个腰也是扭的疼 但年轻嘛 就差不多就恢复了 就踢的挺厉害的 他们打的还挺厉害的 社会主义的铁拳 第一次砸向了年少的奖部 但这点皮肉伤 并没有浇灭它 对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类议题的热情之火 更大的麻烦 很快就来了 我最严重的一次被捕 是那个高考完之后 就是已经离开了那个学校 高三的头一学期 就还没放暑假 还没放行假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在网上 哪天浏览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网站 然后应该是从某个帖子 或者类似微博这样的地方 看到这样一个 就是点进去是一个网站 那个网站叫中国民主党 说他党章很新 我们第一句话 我记不太清了 第一句好像就是我们这个党 是要以这个反对中国共产党为宗旨 然后我们要发展我们的党员 就是一种更激进的阻挡的方式 去反抗 我一看这个很对我口味 觉得就是 这种终于有做实事的人了 不是天天你们就往上再 往上天天往这瞎说的 我瞎说也很好 但是那个民主意识 但是好像有做实事的人了 我特别感兴趣 就是那个申请入党 我当时就申请了 申请入党以后 我还是觉得是个好事 我把那个他入党之后 大概过了不到一周几天 他给我的一个入党的一个证明 一个类似讲 就看起来像奖状的那么一个证明 然后那个东西 我还经常发给 我用QQ用什么东西 还发给我的朋友看 我完全不知道 那个事情敏感 我说你看 我入党了 我说你这不是团员都不是吗 我当时不是共产团员 团员你都不入 你怎么入党 我说不是那个共产党 我入的是中国民主党 然后跟朋友发那个信息 我还觉得炫耀了 QQ最后全都没给我打印出来 最后神往这 他们党是要我积极的发展下线 他上来给我一个军衔 我觉得那个党真的太奇怪 说如果我发展多少个下线以后 我这个军衔会升一级 然后我确实发展下线 我就问先生 我说我加上党 你要不要加 我就反共了 牛逼 问了身边的一些朋友同学 就是让大家加上这个党 大家也不是说害怕 但他对这个事没兴趣 他说加这个党 给我发工资吗 我说你不交党费就不错了 这个有什么工资可发的 然后就问了几个同学 可能也拉了三五个人 就身边的就是有共同志向的人 说这个不错 就拉了他们进去 我不知道他们投没投 这个应该是没投 要不然他们也会被抓 就是他们说表示很感兴趣 我把那个网站给他们了 让他们那个 介绍人写的是我 让他们加入这个中国民主党 会让skype开一些会啊 什么的 我大部分的会议都没有参加 但是我会跟他们有邮件的这样沟通 我整个觉得他们那个话语体系有点老 就现在看起来像传销 但觉得就他们那个像布置任务一样 就是你那个发展下线去吧 如果这个下线是这个什么 党政机关的 是什么这个军队的 或者警察的什么还加分 然后就还给你这个升这个这个这个级别 知道有一天他们给我发了一个保证书 就这个东西是我觉得 我有史以来见过最荒谬的东西 他们说让我承诺在这个 如果中国民主化以后 我选他们党的这个党魁 谢远军先生当这个中国的这个 元首领袖 或者也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体制总统 或者是就反正当这个中国的这个领袖的话 如果我签这个东西 他会在江苏省的无锡给我分一块地 我后来被那个国安抓的时候 他说你你知道你们那个主席 谢远军是干什么的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他说他在洛杉矶开出租的 就一出租车司机 我不知道这是无名化还是什么 他可能那职业的一部分 或者兼职确实是开出租的 他就是那个中国民主党某一个分支 我入的还不是最大的那个 某一个分支的那个那个头目吧 保证书 我觉得这个保证书太荒谬了 之前跟你讲过 他有几点 第一点是这个土地它不是你的 它至少现在不是你的 你凭什么扛他人之凯 我说我的月球给你分完地 那月球也不是我的 就是这个土地目前来说 他至少是中共的 你凭什么分别人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是会选 就是我选你是因为你的 这个政治纲领不错 怎么样呢 到时候我也要看 其他的党派人家是什么纲领 不能因为我现在是你这个党的党员 我就就无条件的支持你 我得看你具体是什么 提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政策 你要是这个政策 我满不满意 要选你这个会选 第三点是这个 家里北京的 北京也有几套房 对吧 这个你让我去无稀种个地 咱们不说有没有这个技术能力 这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对吧 就是不差你这块地 我老看当时老看什么 就那个微博上的写中共的历史 这不就就跟中共的策略都是一样的 还分的都是那个地 就我觉得这个特别让人感到荒谬 然后我不仅是没有签这个协议 他邮件之后的邮件 我应该都没有回过 12年抓了一大波人 然后我是6月被抓了 我高考完 那个也是我一个人在家 然后来了快有20个人 他们没有敲门 就是我至今不知道 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看那个门锁没有破坏的痕迹 他们就进来了 问我是 你说你是不是谁谁 我说是啊 我还想拿那个相机要拍呢 马上就控制住了 就是屋子大概 大概是个三室的房子 就是每个房子里都沾满了 就大概有20个人 然后有 只有一两个是穿警服的 其他全都不是 然后就是那样子的 那个说你知道你 什么事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那没事 他说你要不要给你父母打个电话 我说我当时还以为事情没多少人 不因为我不想让父母知道 我觉得我要这个 晚上他们那个过去了 他们就那个什么 就是他们要招我 如果我被放出来了 他们还没回家 或者怎么 他们都不知道 这事不就过去了 就不想让他们知道 就怕事 然后我说不打 他说 然后他们就开始搜东西 列了一个非常长的清单 我的电脑 硬盘 手机 然后在潘建源买了那个旧书 就是什么平息反革命暴乱 就是他们64 他们的官方出版物 什么那个 还找了个国民党的党徽 我都 我不是说多喜欢国民党 我当时就潘建源 纯 就是捡那个古董 就随便买的东西 他从我家 事无巨细的炎黄春秋 我说为什么 这个炎黄春秋 你都要拿 审讯的时候 我又问这个问题 那个人 他说我想看 上面有没有批注 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理由 我说这是正式出版物 但从我家拿了 就是 我就跟搬家一样 列了两页的清单 拿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走 就是抄家们那样 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比第一次 我就是网上随便发帖 说那莫迪花革命 说要严重的多 我就说 那我要跟父母说一下 他说可以 然后跟我爸打个电话 我说我跟你说个事 你别紧张 我说你说这话 我现在都在哆嗦 我说你先别哆嗦了 就是我说 现在莱莉帮人 要把我抓走 我觉得 他们没跟我出事证件 但他们应该是警察 然后我说 你早点回来吧 然后我就被带走了 带走是戴着手铐 反铐着 然后还挺贴心的 因为楼里有认识的人 他拿那个外套 拿个外套照着那个手 就不让人看着 就是普通坐电梯 一般人簇拥着坐电梯 下去 下去以后 到那个车里 也是戴了一个黑色的头套 但是隐隐晕晕晕 能看点光 就不是黑的特别严实 看到东城的一个 外边看起来是 当时我不知道 后来我出来的时候 我看见了 外边是一个四合院 这四合院 上面是个四合院 底下至少是 我在地下二层 或者是地下三层 我不确定 我下面有声音 然后那个 他整个是一排房子 每排可能大概是 不到十个吧 就是六七间 六七八间 我没有具体的数 然后尽头是个厕所 大概我上面有一层 然后我下面 我至少听到声音了 我不确定 他地下一共有几层 就是一个完全地下的建筑 到那就审讯啊什么的 然后都不是警察系统啊 都是那个国安系统的人 我做太牛逼了 他打了四五百页S纸 就高高的 从我跟别人 就炫耀我炫耀 我那个入了那个中国民主党的那个记录 跟别人 我平常说话的记录 在我什么各种 我邮箱里的邮件 我Gmail的邮件 网易邮箱的邮件 到我小学老师的评语 就是我小学老师觉得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拿到那个东西 不是那东西都不是胡写的吗 那小孩你也三岁看不了老 你就就是都是说什么 这孩子不错 乐于助人 不就都是那种片汤话吗 那个都找出来了 后来明白 他们那套审讯的逻辑 他们想知道一个 就是你算中产家里的孩子 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啊 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呢 这个问题说实话 真的不好回答 我想了很久 但我的结论是 这似乎并不是一个 应该让蒋布来反思的问题 他没有做错什么 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蒋布父母的教育 也没问题 他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 独立 有主见 有良知的孩子 已经很成功了 有问题的 应该是那个政治体制 还有社会的评判标准 当然我这样说 确实是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 在现实中 蒋布的行为 确实是给他的家庭 这个生活在北京的特权阶层的家庭 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我觉得我好像从小 这个胆量就比较大一点 就是 可能这就是特权 可能这就是家里给我的一个底气 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我做什么事都会被兜住 这个事他虽然事实证明他已经不能 就是做到足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时候 好像就不会被兜住了 我爸以前是那个他正好 我我哪次出事的时候 他正好还在党校 这个好像是他们三个或者两个 我不知道几个候选人 要就竞争一个职位 就可能是要那个 他升官的时候 然后给出了这么一个事 他官也别升了 然后本来仕途还能 那个就再增长一下 也没有 然后出来以后 整个我感觉我爸 人都变了 就是那个 你不说一夜白头吧 就整个那个人 他以前是个挺精神 挺干练的人 好像感觉就一下就整个 那个人都勾楼 就苍老了 我出来以后他什么都没事 他就使劲拍我 他就是不是那个打 他就是那种拍我 他说什么都别说 什么都别说了 咱们要先洗个澡 吃个好的 他说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我觉得他整个好像 就经历这个事以后 他对我的 以前好歹 有望子成龙 小时候老是让我什么 挣个大钱 他说没事 他说没事就好 平安就好 平安就好 他现在一直对我的要求 好像就是 都不是平安就好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我所有做的事 都是我个人的观点 是我对这个政府的态度 完全不是因为 他们从小就这么教育我 就是我爸经常讲的一句话 说那我挣的就是这份钱 就是我拿人钱 就替人做事 然后那个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 他们平白无物的胜利 这样一个儿子 然后这儿子就 给他们闹出一大堆的事 还影响了他们的工作 他有时候喝多了 以前经常打电话 就骂我 说你真是坑爹 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对吧 就是坑了他 他真的觉得 挺对不起他们的 而且不断的 还对他们在持续的 产生一些影响 但是我觉得 我做的这件事情 是正义的 呼吁中国走向民主 走向宪政 这件事情是正义的 而且呼吁 大家拥有更多自由 这件事情是正义的 大家不是我觉得正义的 很多人都觉得是正义的 但是如果我不做 你也不做 然后每个人都不做 然后每个人都等着 其他人做 然后享受那么一个成果 那社会永远都不会进 时间来到了2023年 蒋布告诉我就在不久之前 他远在北京的父亲 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国安来询问蒋布的近况 他父亲的说法很简单 我们真的管不了他了 请国家来管管吧 蒋布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自己好像经历了一场文革 在家里 至少是在名义上 是被划清了界限 借读书之名 来到了社会运动 频繁发生的巴黎 蒋布期待在这里 看到他自己想要的答案 从任何角度来讲 他曾经在国内 参与过的公民运动 都是失败 那问题出在哪呢 蒋布想来看看 踏山之时 他能不能在 湘西里舍的大街上 找到那个也许 属于长安街的答案呢 开始我最开始感兴趣的是 那个中国议题 包括香港人的维吾尔的 我去 然后来其实参加了 非常非常多法国的 我可能参加了 幸好巴黎这城市 巴黎这城市 每年至少有600场示威 每天平均有两场 然后所以得益于巴黎这个城市 我在法国可能参加了 大概三四百场这样的示威 我觉得我想学习 我想知道人民的抗争 怎么才能赢 我们看到很多的广场运动 好像我们在广场上 喊出民主自由两个字的时候 就是仿佛是某种显胜一事 像宗教活动一样 我们喊出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会从天而降 但这是不可能的 就你喊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世界可能 甚至不会有任何改变 而法国以后我觉得 整体而言 你现在问我 我觉得我会挺失望的 这个失望有很多层面 但我是真的从19年到23年到现在 我是一步步看着这个法国的自由 是变得越来越少 马克龙政府他不断地宣称 我们现在是战争 在疫情的时候 或者说他随时随地宣布 我们处在一个例外状态 这个政府就不断地扩大他的权利 通过反恐 通过疫情 他都说我要保护你们 但是他不断地扩大权利 我觉得法国也在变得 不能说越来越不民主 他的根基还在那 但是他的自由正在变得 越来越岌岌可危 他已经不是朱元璋的时代了 大家拿着两把菜刀上去 就可以跟军队砍一个你死我活 甚至如果人数很多的话 不一定还能落下风的 对吧 但是那完全不是那个时代了 香港那个抗争者 他们到立法会的时候 占领立法会 我觉得那个场景 是特别特别具有象征意 他们占领立法会 他们走到那的时候 他们发现立法会里面是空的 权利根本不在那里 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好的隐喻 好像权利根本不在一个 想象中的建筑里 那我们怎么赢呢 包括香港怎么赢 包括法国怎么赢 包括中国人 欲杨电话第二季少数派 现已上线 每周更新 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 以及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YouTube等平台收听 也可以通过Facebook Instagram X等社交媒体平台 找到我们 欲杨电话 在这里 我们共同倾听 外界的声音 请木曳 不吓 ni 시죠 滚